习近平呢 他刚刚结束中东非洲之行 被称为是一路撒钱 那么据我们了解孙教授 您曾写过一封公开信 呼吁习近平不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这个傻事 那么现在看来您觉得习近平听从您的建议了吗 孙教授 没有 没有听从我的建议 而且呢 加强了对我的监视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 他们派了六个公安 破了门 把门扎破 进来不止我采访 那么现在我就拿起刀来 和他两个拼命 他们现在站在外边 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